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点一个话题 是等于一道小学的数学题 和我们A股的炒股心态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啊 因为前面我也提了 说小学嘛 人因为这个数学教材的图片呢 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引起了很多的故事 然后我就提了 我说小学的数学题可以不容易 有炸群的 炸群的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好多时候基本上都经历过 我是说好多群都经历出这个事 然后也就是讲 老王卖个什么鞋 遇到什么假币 然后也只要找谁换 然后最后假币又被要回去了 相当于人家讲 比方说你老王呢 这个十块钱进的鞋 二十块钱卖 然后呢 他可能有时候有些小陷阱 他有的时候是一只 大家都不仔细看 他都变当一双了 这种小陷阱就不说了 然后呢 然后你卖完了以后呢 人家实际上是拿着假币来买的 你买了你两双鞋 你又找了他多少钱 然后呢 鞋拿走了又找了钱 然后最后呢 你找不开 你拿一百块钱找人换 换了以后呢 人家后来又让你要回去了 说这个事是假币 假币我给要走了 对吧 你假币要走了以后呢 怎么办啊 你就问 哎 你老王亏了多少 所以这个事 为说这老王亏了多少呢 那个争得一塌糊涂 也就是说 好多人这个来回的 这个算不太清楚 其实这个算不清楚里头啊 有的呢 是往来以后啊 是小学生算数算不清楚 其实还有的呢 是心态和理解 其实想对这个题呢 小学生和经济学家 该理解的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到炒股啊 就是你经济学家该怎么理解 你小学生该怎么理解 对吧 小学生理解呢 你肯定是说 你看我原来十块钱买的 二十块钱卖 我损失的是什么 一个十块钱的那个工本 然后呢 一个找给人家的八十 那损失九十块呗 你那个 像这个事呢 你在来回怎么赚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呢 你有些事项链可以省略的 很多人被绕进去呢 就是他来回算 其实这算的最简单的就是什么 我这谁亏了吗 我老王亏的 就是人家拿假币买东西的人赚的 那个 下边的话呢 那一个什么 跟他怎么换呢 跟这没关 他赚的是多少呢 如果说他拿这个鞋呢 是十块 拿到了找来的零呢 是八十 那这就九十呗 这个事啊 那个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呢 是小学生来理解这件事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经济上的事 还有一个财务上的事 如果从经济上的理解啊 这个事就是一百块 就是说你拿假币跟我换了 我亏了就是亏了一百块 而不是说我亏了呢 要那个 要把我前面赚的那个十块 就原来十块 二十块卖的 把他这个钱呢 要算进去 你要是会计呢 是算进去的 经济上为什么不算进去呢 经济上讲的是什么 我所有的交易呢 是等价交换 也就是说这个事呢 我在当时二十块钱卖的时候 我这鞋本身就该值二十块 是等价交换 跟我前面多少钱买的 没关系 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对吧 这样的理解呢 好多人他说 理解不了 其实对应到股票上呢 其实还有两几个概念啦 什么叫做套牢盘 什么叫做获利盘 那心态也不一样 其实这个的心态不一样啊 就是韭菜被割的心态 你真要对于专家来看呢 他的这个价值呢 和你的获得成本是没关的 那都是历史成本 默认成本 你呢 要能跳出这个心态才有关 现在这事很多人不理解 说那为什么 他那个赚什么 我说你把钱啊 算的大点 你就明白了 你比方说 不是说几十块 几块钱的拖鞋 几块钱的那什么 你说这个茅台吧 我们家二十年前 一百块钱买的一瓶茅台 二十多年前 现在呢 人家收老酒好几万 我好几万卖了 人家给我好几万假币 你说我亏了多少 你能按照那一百块钱算吗 很简单的道理嘛 你这个我能按照一百块钱 来算我的损失吗 那肯定是按照几万块钱算呢 所以这个事呢 这个买股票也好 卖股票也好 卖股票的时候 你只要关心你这个股票 现在这个价值不值 至于它是原来是贵买的 还是原来贱买的 这是不宜 跟你现在有什么值多少钱 没有关系 那是历史 但实际上的操作啊 一般人是跳不出来的 你如果呢 你现在这个价格呢 是比原来赚了好几倍的时候 你那个心态是一个心态 你的价格呢 是在原来的价格上腰斩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心态 所以这时候啊 这个算这个账 就是这别看这一道小题 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你是小学生韭菜做的答案 还是炒股专家做的答案 就是这样的区别 就是说你炒股专家 他会认为 我在这个卖的时候 我只论我卖的时候 他是值不值 我不会论我多少钱拿的 你因为你这个钱呢 你到现在呢 能比原来多赚钱 那不是说我卖 可能呢 是你卖的好 还是你 是不是你卖的好呢 不一定 可能是你呢 买的好 你现在卖的时候亏了 是什么概念 可能是你买的时候就亏了 而且呢 这中间现在为什么有这钱 我中间还有个持有过程 我持有还有成本呢 对吧 就像那个卖拖鞋 卖干什么的 他那个前面他有本呢 他本还有利钱呢 他得给银行付利息呢 所以你不能说的话呢 他这个时候多少钱进的 多少钱卖的 他中间就一定是他赚的 你卖 他碰上一个假币的时候 他的损失是多少 对吧 他损失的话呢 不能算前面那块 这就是经济的账 和会计的账是不一样的 好多人的话呢 对这件事呢 他并不理解 他这个 这个事的理解的好坏 和以及你心态的好坏 上上直接跟炒股有关 而你要说从小学的数学来讲呢 那可以跟大家讲 就光那个前面这一部分 就已经很难了 因为你来回的这个 倒来倒去嘛 而上实际上呢 这个这几个部分中间的难点在哪 但是别看都是小学加减法 他数学和你实际生活对应的这个逻辑非常难 数学有时候是纯逻辑 但是好些时候呢 中国的教育里头没有逻辑 我们在中国啊 就是从那个数学和你生活建立逻辑的 基本上呢 就是小学的就各种应用题啊 四则运算啊 然后很多应用题可能初中还有一点 其他的呢 都不给你建立这种逻辑 非常影响人的思考 让小学的数学啊 那个大家不要觉得简单 好多时候呢 你现在的一些思考的障碍 都是小学的数学没学好 而且直接影响到成人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